长期染发会导致各种疾病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 那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一起特大假冒品牌香水案件的侦破 引起爱美人士的恐慌 假冒伪劣香水究竟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怎样的伤害 本期生活万岁即将播出 生活万岁 欢迎各位 一直以来染发这个话题都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围绕着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正所谓众说纷纭 有人说染发太可怕了 谈虎色变 它会导致癌症或者身体出现严重的疾病 也有人说别担心 染发得癌的风险跟喝咖啡得癌症的风险差不多 千万不要过分地放大 那染发到底是不是像我们说的那么可怕 又或者染发其实对身体没什么危害 正确的观念应该如何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好好的说一说 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 是大家老朋友了 来 掌声送给青年律师陈秋迟 大家好 我是秋迟 还有网络主持人林洪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林洪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话题 接下来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 掌声欢迎北京工商大学化妆品系的 唐颖副教授 魏唐教授 班长 您好 您好 来 今天说到染发剂 我们首先来理解一下 染发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化学染发它其实是毛鳞片先打开 然后染料它会进入到毛发的那个内部的水质 我们的头发由多个结构组成 最外面的一层是表皮层呈鳞片状 它保护着皮质层 皮质层是头发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它决定了头发的颜色 弹性和质地 染发时 毛鳞片在化学物质的作用下打开 小分子的染料和氧化剂进入到皮质层 与头发的天然色素发生化学反应 形成的大分子就被锁在了皮质层中 由于皮质层颜色的改变 我们的发色也就发生了变化 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大家其实最关心的就是说 你给我把头发什么打开呀 染呀 这个过程用的那个东西 会使我的身体出现严重的危害 会致癌 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 就包括欧美一些国家 做过长达几十年的这种 跟踪的这种研究 就是来研究经常染发的人 和不经常染发的人的 这个患癌的比例 但事实上发现这两者 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 也就是说从目前统计学的角度来讲 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指向说 从事这个职业或者经常染发的人 它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对 是的 应该说是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 来自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的 副主任医师邹颖 从医学的角度说明了 长期染发可能致癌的问题 我们来说这个染发剂 可能有致癌性 实际上是出于在实验室的 生物检测的基础上说 这些化学物比如说对白癌 那么目前在人体上 是没有这个足够的证据 来证明它能够致癌的 因为你在整个人体的 这个过程当中这么多年 如果继续出现问题 可能会受非常非常多的 因素的影响 那么对于长期的使用的危险性 可能我们还需要进行 更多更多的观察和研究 但是另外一件事马上就来了 有人会说我告诉你 那是因为它的技术比较好 因为什么呢 染发剂不能挨头皮 因为头皮确实是人体 比较敏感的一种皮肤 它的吸收能力特别强 染发剂这个毒素 也很容易吸收进去 针对染发剂接触头皮 带来的危险 医生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真正的染发导致的这个问题 它肯定是首先要经过头皮吸收 对吧 所以说我们强调就是说 你染发尽量不要接触到头皮 那么对于白血病啊 这些血液系统的疾病 到目前为止 它是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它会引起白血病的 那么出于安全的考虑呢 我们建议来说的话 这个染发的频率不要过高 我们建议的话 就是一年最多不要超过两到三次 那么对于肝肾功能的损伤啊 是这样就是说有些染发剂呢 为了达到它更好的染发效果 可能会添加一些重金属 比如说签啊 拱啊 生啊这些重金属 那么如果你长期的 频繁着使用 然后又经过头皮吸收之后 它可能会出现一些 牵中毒的症状 可能还会影响到发生功能 我们尽量选择正规的渠道 合格的产品 标示清楚的产品 来降低这样的风险 那么当我们去发廊 面对花样繁多 不同价格的染发产品 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不管是贵的化妆品 还是便宜的化妆品 它只要是正规的渠道 正规的厂家生产的话 这个上面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正规的 而不是价格 合格的产品应具有 完整的生产企业名称 地址 化妆品批准文号等信息 正规渠道的进口化妆品 也应具有进口批号和中文的生产企业信息 消费者可以登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 对产品进行查询 染发剂如果接触到敏感的头部皮肤 是否会对人体造成其他伤害呢 染发前哪个重要的步骤 是我们常常忽略的 香水专家现场支招 教你如何甄别真假香水 欢迎继续收看本期生活万岁 如何避免美出问题 那么只要选择合格的产品 按照正规的操作流程 控制染发的频率 是否就完全不必担心 染发对人体的伤害了呢 事实上染发的一个严重的安全隐患 一直被我们所忽视 2018年1月份 上海的华先生经朋友的推荐 使用了一款进口的染发剂 使用后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 他就拿手指涂了一点点 在那个冰胶上面弄了一点点 第三天的时候就肿得整个脸 全部肿起来越肿越厉害 染发造成的严重过敏 并非个例 有数据表明 每100个人中就有1到3人 可能对染发剂产生过敏 这个情况很可怕 因为染发结果导致这么严重的过敏的现象 染发剂都有什么成分容易导致过敏呢 一般来说最容易导致过敏的就是对本而安 一般来说的话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会要求 您要做一个48小时的一个过敏测试 染发前48小时过敏测试既可以避免危险 也非常容易操作 将产品中的氧化剂和着色剂取适量混合 并涂抹在耳后或手臂内侧的皮肤上 一段时间后将产品清洗干净 静待48小时观察皮肤的状态即可 专家提醒我们 即使是同一款产品 不同批次各类成分也会有轻微变化 而且人体在不同条件下 过敏状态也有所不同 因此在每次染发之前 最好都进行过敏测试 那么测试过程中 哪些症状是我们应该警惕的呢 然后在这个48小时过程当中 我们要密切地观察 皮肤是不是有什么反应 比如说如果皮肤出现发红 有发皮疹 有一些小的水泡 甚至有肾出 有肿这样的情况 有的时候会有骚痒 这样的情况就说明你可能是对 这个染发剂过敏的 那么我们建议你就更换染发剂 不要用这个产品吧 那么哪些人群不适合染发呢 比如说首先我们这个染发的区域 这些皮肤它有破损 有损坏或者是有炎症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能染的 还有一些皮炎失诊的患者 我们都要染发 那么对于儿童孕妇不入期的父女 不要染发 那么如果肝肾功能有问题的 我们也是建议不要染发 此外呢就有一些其他的疾病 比如说有血液病啊 还有一些过敏性疾病 比如说有笑肠啊 蕁麻疹啊 过敏性皮炎啊 这些的患者我们是建议 建议尽量不要染发 夏季来临 如何选择一款适合的香水 成了很多人都很关心的话题 而一起特大制假造假 贩卖假冒伪劣香水案件的侦破 一时间却引起了很多爱美人士的恐慌 记者经过调查发现 这次查获的劣质香水 都是用一些来路不明的劣质原料加工而成 就这样原本是小作坊 加工出来的劣质半成品 经过重新喷码组合包装后 摇身一变就成了国际一线品牌香水 最终以代购的名义销售到上海 北京 江苏 浙江 广东等15个地区 高价购得的所谓名牌香水 竟然是廉价劣质的冒牌货 这给消费者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来说一说香水这个产品 到底应该如何选择 怎么样保证自己的消费权益 那今天我们会请到香水行业的 一位资深的研究专家 我们来欢迎李谭 您好 李老师 就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讲 这种所谓的假冒这个香水 它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概念呢 往往假冒的香水呢 它是会仿制正品香水的包装 然后还有就是香气 有一些假冒香水最大的危害 就是它使用的香原料 有可能是不符合香精行业法律法规的 比如说它某些香原料 是法律法规禁用的 某些香原料的使用量 超过了法律法规规定的上限 这些都可能引起危害 其实即使正规化妆品 也含有一定量的过敏成分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皮肤科的专家告诉记者 常见的化妆品过敏成分 包括各种香料 香精 防腐剂 表面活性剂等 但是假化妆品出于成本等因素考虑 更多选用价值低廉的劣质原料加工而成 其中导致皮肤过敏的成分 更加缺乏控制 对于那些过敏肤质的人群 更容易造成严重伤害 有些防腐剂它可能就不太过敏 那有些防腐剂很容易过敏 因为做法的话 因为它要考虑这个成本 或者考虑它的来源渠道 它可能就不去考虑这些因素 包括香精 包括色素 你弄得高了之后 就可能容易刺激 它有的时候就把脚质层破坏了 脚质层破坏以后 它就容易渗透到皮肤里面去 相对来说它容易引起过敏 另外专家还提醒消费者 除了要提防这些假冒香水 消费者在选购正品香水时 也要看清它的成分列表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网络留言 香味越持久 表示香水越好 但毒性也越大 这种说法正确吗 如何在追求美丽的同时 保持健康 欢迎继续收看本期生活万岁 那下边我们来说一说 香水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挑选 辨别真伪 通常来讲都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方法呢 首先每瓶正版香水 它都会有批号或者是条形码 包装上面 对的 一般会印刷在外包装底部 那我们可以把这些香水 送到庄柜 通过电脑系统去确认和识别 第二种方法就是正品香水 它的喷头是卡死扭不开的 要用力拔才能够拔开 但是一些假冒的香水 因为成本的原因 它是会用螺纹扭在瓶身上 是很轻松的就可以扭开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招 好 下一招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包装的印刷情况 正品香水 它的外包装印刷是非常的清晰 字体非常清晰的 商标和文字说明都不会有 自细模糊或者是油墨扩散的 这样的情况 瓶子做的也比较烤灸 再来我们可以从味道上来分辨 正品香水 它的香气会更加地精细 丰富 圆润和和谐 它流香也相对来说会更加地长 假冒的香水会有一些刺鼻的味道 这些味道除了是香原料 可能比较低劣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们使用的酒精规格比较低 它就会产生这个刺激性的味道 很多人会说特别刺激性的 这种浓烈的香水可能会有毒 当然这个毒是加引号的 可能就是意思说会伤害到身体 您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说一款香水 它的味道强和弱 是由主要有两个方面组成的 一个就是它的香水相形 第二个就是香水当中香精的含量 那香水的香型 我们主流的分类 比如说有花香型 果香型 柑橘香型 木香型 青香型等等 还有东方香型 富奇香型 西部香型 那么后面说到的东方香型 富奇香型和西部香型 这些本身就是香型比较浓郁的 那它使用了更多的 比如说东方香型 它使用了更多的木香 色香和龙咸香 这样大分子的原料 那这些作为底香的香原料 它使得这款香水 流香更加地持久 那这个是由大分子原料 挥发度低来决定的 而和这个是否有毒 是没有关系的 再来我们说香精的含量 刚刚我们说过了香水 是由香精和酒精组成的 那香精的含量越高 同一款香气 它的味道就会更重 它的流香也会更持久 所以主要是这两方面来决定的 那实际上和是否有毒 是没有关系的 味道越重的香水 那它的毒性越高 那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到底这个香水正确的使用 应该是怎么样的 首先在清洁的皮肤上 喷洒香水效果是最佳的 因为每个人自身 可能会有体味或者是汗味 再有我们也建议 香水喷在无一出汗 然后脉搏跳动 比较明显的地方 比如说耳后 脖子 手腕 还有膝盖的后方 还有就是我们洗完澡之后 皮肤的湿气比较重 那在这个时候喷洒香水 那香气释放的会更加的明显 爱美是人的天性 为了追求美 在选择购买和使用一些 美容美妆产品时 因为没有足够多的了解和认识 往往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伤害 在追求美的同时 又能保持健康 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去关心的 平安365提示大家 在选择使用这些产品的同时 一定要多加小心防范 避免真的美出问题 感谢两个人到来 感谢旅团 生活二岁 下期再见 这里是天津市河北区的一处马路边 2019年3月22日 一名六群老人在买菜途中 不慎踩进了马路上的一个小洞内 导致自己的右腿被死死吓住 天津市河北区消防救援支队的 指战员赶赴现场 对老人进行营救 困住老人腿部的 是一个直径约20公分 深约一米多的地洞 老人整个身体坐在地面上 不时发出痛苦的深夜声 消防员使用腰斧等破拆工具 对洞口地面进行扩张 待救援结束后 消防员又对老人的腿部进行了按摩 帮助疏通血液循环 平安365提醒您 行走在马路上 要时刻注意脚下的安全 发现有危险的路段 要选择绕行 避免发生异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